杨秀卿 向人们传达旨意 让人迷信天神这一说法 从而达到团结军心的意志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天父杨秀卿也备受人们拥戴 这也成了杨秀卿 后来因自傲惨死的导火索 1853年后 太平天国运动达到最为鼎盛的时期 不久就定居天津 杨秀卿因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的功劳 而成为仅次于洪秀全的领袖人物 但他却不满足于此 心想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